但球迷也很守秩序 未有造成任何混亂的場面 但見到大白武的烈納 就不停地跟球迷簽名 雖然加斯俊尼亞、韋斯 這些球星一早上了車 但記者和球迷 一於就不放過機會 不停地拍照 到昨天早上 英雄國家隊就立即 去到大球場練球 吸引了很多球迷一早到場 見到他們 進不了球場 就在門口大叫大叫 雖然只得一眼休息 但國家隊的球員 亦都很努力地拍照 原來韋娜老師在這裏 怪不得 見到這位人兄 爬到這麼高 想拿個好角度來拍照 其實這次來到香港比賽的 英雄國家隊之中 每個都球星 這兩位就是黑人中鋒 費迪蘭和中場球員 劍勒 面對著這班球星 當然大家傳媒 不放過任何機會 見到出球這位就是指東 出得很漂亮 見到的是 舒利亞和孫寧賢 和波羅這班射手 這位就是 利爾 皮亞斯 出球 練習得這麼厲害 比茲利 今次是隊中年紀最大的球員 這位就是 恩斯 現時效力意大利 國席米蘭 白禮人立神 雖然今次以助教身份 大支援很樂地練習 球員練習很辛苦 但是訓練員一樣 選擇是這樣的 小鬍子斯文 這位英國首席龍門的身手有多好呢 大家看到 好多人都不明白 英格蘭為何會選擇 亞洲來合分和比賽 不如問問領隊雲拿補師 領隊雲拿補師就說 他們備戰歐洲國家盃 其實有很多選擇